在金牌的诱惑下 奥林匹克的真谛 公平竞赛的原则 对观众的尊重全然被抛诸脑后了 难道金牌真的必须拥有吗 当地时间7月29号 随着女子举重53公斤级决赛 哈萨克斯坦选手卒尔菲亚夺冠 一个新的名词呼之欲出 狼来了 养狼计划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 针对中国在不少项目上 孤独求败的状况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一系列计划 让更多教练和球员出国去交流 或让外国选手到中国来训练 帮助他们提高水平 缩小与中国选手的差距 保持中国传统优势项目 在奥运会的稳定地位 只是令人意外的是 中国计划中的输出队员 成为了比赛最后的主角 在众多的金牌计划中 备战四年的鱼洋王小李 在离金牌最近的那一刻 被淘汰出局了 化名卓尔菲亚的中国湖南籍选手 赵长林被称为狼来了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 保住优势项目是为了什么 夺得金牌是为了什么 金牌第一又是为了什么 对于这样的质疑 每一个亲临目睹此次风波的中国人 每一个参与讨论风波的中国人 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世界语言宣布取消四组羽毛球选手的资格后 韩国印尼都提出了申诉 而中国队则选择了接受 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我觉得不管是规则也好 还是别的 这都不是理由 关键一点 我们没有以一个职业体育运动员的身份 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 没有践行奥林匹克那种全力以赴 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那种精神 57岁的中国老人陈冠明 踩着一辆人力三轮车 用时两年穿越16个国家 骑行6万公里 从北京骑到伦敦 只为宣扬奥林匹克精神 老人谈了谈关于羽毛球 消极比赛被取消资格的事 我都感觉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因为要是你和平竞争 有一定的 在奥林匹克现场中 对于奥林匹克精神 是这样解读的 理解 友谊 团结 和公平竞争 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 不仅仅是奖牌带来的至高荣耀 更是奥运赛艇赛道上 尼日尔选手伊萨卡 即便是最后一名 也要完成比赛的坚持 是在花样滑冰比赛中 中国选手张丹 从数米高空 劈刹摔到冰面后 强忍疼痛 继续完成比赛的毅力 是中国女子体操 奋力拼搏 而无缘奖牌的眼泪 她们挑战着人类的极限 她们用公平竞赛回馈观众 她们才是奥运精神的践行者 2012年伦敦奥运会 与中国而言将注定不同 这次的被关注 被质疑 被严苛 将伴随我们 成为无需任何金牌数字 就能加以证明的真正强大